首先我们需要的最基本材就是一块负格纤维板 这是一种非常结实单约的材料 它的材质摸起来有点像玉石磁砖 但是它们结实的多了 因为它是负格纤维 负格纤维比玻璃缸的强迫还高 不用待它们发生断裂 这个是我要仿造的弹工 所以现在我第一步要把它上面的缠着闪绳也拆下来 这闪绳已经解开了 里面的工价是这样的 好了就这样样子已经画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当然是用锯子 把这一块弹弓形状的缩维板给锯上来 像这样的平面的东西应该用线锯来锯 刚才用片锯是锯不了的 现在我放到了线锯 不过线锯的效果会很差很多 我们需要慢慢来 这个材料实在太难吃了 这个材料实在太难吃了 有手套有手套 看路妈妈特别是这一边 一个大缺口 已经过了这个铅笔画的线 今天这种情况 我打算改变这里 中间的镂空部分 不要了 不做镂空部分 把这个外表打磨光滑以后 直接在外面缠上吸汗袋 做成一般弹工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了一下打磨 可以看见现在圆整了很多 平整了很多 周围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倒角 我这个圆板在外框上它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没有做那镂空 因为线距已经不够用了 用了两个就没了 不然的话可以把镂空做出来 这材料相当结实 听心意就得好 现在我要做的是在空门上 做两个绑地筋的槽 就是要做出这样的槽 好了,供门上的槽已经做出来了 可以看见的供门 从侧面看是这样的 已经可以绑住平均在上面了 然后这个铸银纤维 单供的供身部分就基本上做完了 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结实 比想象的要结实 我们把它扔在地上去听听声音 我又在上面钻了两个孔 用来采闪绳 因为我发现采气和带不太合适 看到吗 闪绳简单的闪绳已经穿好了 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手感了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 给这个工匠把上披荆组 各位朋友 关于这款单供的制作过程 基本上已经看完了 那么今天视频也快结束了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制作这些弹弓 在外面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打小动物 更不要在有人的地方玩弹弓 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